新款的屁價潮終於蔓延開去 市中心的立貨終於恆鑑架 而啟德成績Penning Park 拼出第一刀由$25,000 減到$200,000 惠德峰的Monaco就拼出第二刀 推出10800天的先駐後庫 第三刀終於落在啟德郵輪碼頭區 現樓的維港1號身上 屁價近乎兩成多 先前那次花的兩磅 現價$820萬起磅 平均車價由於梅光板至胡花 是2018年的樓花價 這口價買啟德郵輪區的全新現樓 可以稱得上是貼市價 因為旁邊的樓花盤 啟德海華都是在買這些價格 大家好 我是Luz 這個頻道最主要講香港樓市的資訊 如果你對香港樓市都有興趣 記得點贊訂閱分享 我們接著講 如果你要在九龍區置業 基本上都離不開啟德這個極具潛力的地區 因為它還有很多基建可以等待發展 而在我的角度 啟德可以分為兩個部份 一個是啟德城中心 一個是啟德郵輪區 有個人意義我更喜歡啟德城中心 論配套城中心的衣食住行 便利程度是相當高 有地鐵、有巴士路線、有商場、有海濱、有公園 而且整個啟德是經過規劃的 所以它的引口密度 對比其他九龍區分 引口密度是比較低的 相對而言是比較好住的 所以有些朋友總是問我 為什麼啟德的樓跌得不夠深 最主要是因為它方便好住 所以擴電能力是相當高 對比起上來 啟德郵輪區唯一的優勝點 就是它的海景和環境 不過隨著政府改口會推出一個八 郵輪區的交通是有機會得到改善 只要政府不要彈出彈入規劃招令靜改 彈出彈入打我一百 好啊 好啊 對整個郵輪區一系列的樓盤 都有一個直面的作用 現時賣郵輪區的五個樓盤 分別是啟德1號、啟德海灣、MQ、天樂、雲景 這五個樓盤最主要有三大景觀 分別是維港煙花海景 2萬7呎的氣墓 官唐的避風塘海景 2萬呎的氣墓 啟德空中花園景 1萬8呎的氣墓 不同景觀又不同mark 但我們又可以對比一下 啟德城中心現時賣的樓盤 通常的樓景或內圓景 都是2萬元呎的氣墓 請問如果你是一個買家 對著這2千元的呎價 或者200萬總樓價的差距 你會選擇啟德城中心 還是搬進郵輪區 不妨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今集就講到這裡 記得點贊、訂閱、支持一下 我是Louis 我們下期見 拜拜 好 好